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超级电脑能有自己的思想 主动来满足主人的需求的时候 有一些欲望特别强的 就会不满足于自己的主人 开始寻找更多的乐趣 我们的主角比较倒霉 一醒来发现自己乘坐的飞船已经被占领了 到处都游荡着听超级电脑化的肉便器 和浴火焚身的机器人们 最可怕的是 和片头里说的不一样 这老流氓竟然是个男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菊花 咱们的主角毅然踏上了 拯救世界的道路 游戏的恐怖氛围做得相当好 几乎可以媲美死亡空间的初代 更牛的是 他的刷怪是完全随机的 即使走过一遍的路 人就时不时会听到怪物 在附近游荡的声音 而且你要知道 这是在上个世纪 那时候的人 可没现在的这么惊吓呀 反正这个敌人从升卧槽 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个敌人是什么 Monkey 这个Monkey会发魔法球的 超屌Monkey 这游戏主角很low 柜子 箱子 尸体 都要摸一遍 连垃圾桶都不放过 还有 需要通过这个一看就很疼的 超能力发生器 才能使用各类超级能力 话说 这游戏还有个很low的别名 叫网络骑兵2 不知道听到这里 有没有人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没错 这游戏连一名都是超的升华骑兵啊 不过也有不同的地方 你打怪的时候会掉漏一些奇怪的物品 比如 污秽的触角 新红的丸子 之类的东西 这里就需要用到分析物品的能力 分析这些物品就要用到各种化学品 化学品只有在每一层的化验室才能找到 问题是 每一层的化验室里拥有的化学品还不一定全 还好分析这些东西都能赚回本子 有些是针对某类怪物的攻击力加成 会定一击 另外一些则是功能性道具 最好的就是外星武器了 前提是你的技能等级足够你能使用的 这里又提到了技能 游戏的系统不可谓不复杂 三大职业 四类技能术 N多种发展方向 潮能力就不细说了 光是武器就有四个系列 还要相关技能足够高才能使用的 最烦的是武器还会卡壳 连能量武器都会卡壳 卡壳了你修理技能跟不上还没法修 只能对着他干瞪眼 特别是在狭小空间偶遇敌人 结果刚想开枪瞬间卡壳 那时候连想死的信都有了 这边有报警装置 报警装置的话 他如果如果被侦测到 靠 手枪坏了 Shit Don't come Don't come Fuck 好了 本期的公平公平就到这里 实在是不好意思 最近也是比较忙 根本就没时间做视频了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去我的直播间做客 欢迎各类调戏 那么就这样 我是公平 我们下期再见 You think to destroy you think to destroy me how dare you insect how dare you interrupt my ascendance you are a wretched bag of flesh what are you compare compare to my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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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nse but it is not too late can you not see the devalue in our friendship imagine the powers I can give to you the cybernetic implants I gave you were simply toys if I just desired I could improve you transform you into some into something more efficient join me human and we can move and we can move together nah na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